Net 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下一次 特色 特色 比如说 这个作品には 时代の特色がよく表れている 这个作品充分的体现了时代的特色 この街には これといった特色がない 这个城市 没有什么明显的特色 首の長いのが キリンの特色だ 脖子很长 这是长颈鹿的特色 明るさが 彼女の演奏を特色づけている 明朗明快 为她的演奏增添了特色 特色づける 特色をつける 这个意思 下一个词 いったい 这个词叫究竟怎么 是一个语气腹词 通常搭配疑问句 在语法中我们待会再看 下一个词 豊富 这个词使用动词 表示丰富的 比如说 この地方は石油が豊富だ 这个地区石油很豐富 知識を豊富にする 把知识变得豐富 天然資源の豊富な国 天然資源很豐富的国家 経験の豊富な人 经验很豐富的人 その店は在庫が豊富だ 这家店呢 他的库存很豐富 表示豐富的意思 相当于是豊富 下一个词 それなら 接续词表示 如果是那样的话 比如说 田中さんに赤ちゃんが 生まれたそうですよ それなら お祝いしなくちゃ 听说田中 他生了宝宝了 那么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我们必须 给他一个 庆贺礼 庆贺孩子出生 バスが遅れているそうだ それなら 歩いて行きましょう 听说 公交好像晚点了 如果那样的话 那我们就走着去吧 肉を買いすぎてしまった それなら 冷凍しておけばいいよ 肉买得太多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就把它放在冷冻室 冷冻就好了 それなら表示 接着别人的条件说 如果是这样的条件的话 将会怎么怎么样 就等于なら的用法 下一个词 天国 表示天堂天国 比如说 ここは釣人の天国だ 这里是钓鱼的人的天堂 这个词的近义词呢 比如说 楽園或者パラダイス 都一样的意思啊 表示天堂 下一个词 遊び場 就是遊ぶ場 玩的地方 遊びの場 比如说 子供たちが遊び場で楽しんでいる 孩子们在游乐场里 开心的玩 遊び場を作る 建造一个游乐场 子供公園は遊び場です 儿童公園呢 是游乐场 是孩子们玩的地方 下一个词 楽しめる 这个词呢 其实就是 楽しむ的可能态 倒不是说 是一个单独独立的 一个动词 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 每个动词的可能态 都可以做一个生词的啊 就是能够享受 能够欣赏的意思 楽しむ就是 享受欣赏 映画を楽しむ 欣赏这部电影 ここで映画が楽しめる 在这里能够欣赏到电影 下一个词 ホコウシャ 叫步行者 在路上走的这些行人 下一个词 ツコドメ 叫禁止通行 通常比如说 この道路は ツコドメになります 这条道路 现在禁止通行 做名词用 下一个词 ロテン 通常就是指这种 没有固定的店铺的摊贩 比如说 ここには 毎晩 露天が出る 在这里 每天晚上 都会有一摊摊贩出现 夏になると この辺には たくさんの露天が 並ぶ 一旦到了夏天 这一带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露天的摊贩 出来卖东西 彼は 古本を 売る露天を 経営している 他在经营一个 卖二手书的露天摊贩 露天にはいろいろな品が 並べられていて 人々の購買心を そそる 露天摊贩 里边 摆着很多很多的商品 勾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在日文当中 表示这种 移动摊贩 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词 叫 屋台 写屋台 这个词屋台 主要指这种 卖吃的喝的 通常有一个小的屋顶 只有女的这种屋顶 那么这种就是叫 屋台 比如说像这个 ラーメン屋 卖拉面的 而这个露天呢 是摆在地上的地摊 比如说 ヒンヤオスクイ 捞金鱼 没有顶棚的 完全是摆在路面上的 卖东西的 这个就是露天 这个跟屋台 这两个词 都是表示 移动式摊贩 下一个词 哇 这个是表示 感到意外吃惊的 这种感叹词 男女都可以用的 比较多用于女性 下一个词 トチョシャ 就是 東京都の トチョ 东京都的都厅 他的这个 チョシャ 办公大楼 这叫トチョシャ 东京都政府大厦 下一个词 ウツシャ 这个词是他动词 表示将什么东西 迁移 搬移的意思 比如说 家を移す 把家带到下地方去 視線を移す 转移视信 他可以表示 传染 比如说 風を移されたくないので マスクをしている 不想被别人传染感 所以我戴着口罩 还有呢 就是表示 时间的一种移动 時を移さず 仕事にかかる 叫时部 我带着 立刻 马上 不要让时间移动 马上开始着手某项工作 时不我带 時を移さず 就是移し 就是表示 将什么东西移动 的意思 他的自动词 叫移る 比如说 新居へ移った 我的家呢 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了 政治の中心は 京都から東京に移った 政治的中心 从京都 转移到了东京 林家に 新居移った 这个火呢 烧到了 隔壁家 这个时候 自动词是 移る 那么也可以 出上一次 比如说 時が移る とともに そのことも忘れられた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件事情 也被忘却了 子供の感心は すぐに移る 孩子对于 事情的关注 很快就会 转移到 其他地方去 この病気は移る 这个病会传染的 父から移った クセです 这是我从父亲那里 继承来的 一种习惯 就表示 自动词叫 移る 他动词叫 移す 再一个词 集中する 做名词 或者是 サベノス 表示集中 既可以是自动词 也可以他动词 人们争论的焦点 议论的焦点 集中在了那个点上 所有的视线 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所有的质问 都集中到了 他的贪污问题上 集中効呜 表示 集中性 短时间内下的暴雨 彼は 注意を それに集中した 他把他所有的关注点 都集中到了 那个问题上 私は仕事に 集中できない 我没有办法 把注意力 都集中在工作上 没有办法 一心一意地 开展工作 集中力にかける 他缺乏集中力 动不动 就会分心 这个意思 下一个词 伏せる 这个词表 是防止 预防 预防防备 他动词用 比如说 泥棒を防ぐために 閉じまりを厳重にする 为了防止家里禁贼 于是 把所有的门窗 都给他关关牢 腹を防ぐものは 何もなかった 没有任何的 可以遮风挡雨的东西 青少年の飛行を 未然に防ぐ 防患于未然 叫未然に防ぐ 防患青少年的 这种犯罪行为 使用は 食品の腐敗を防ぐ 炎可以防止 食物的阻滥 ミスを防ぐ 防止食物的出现 做他动词用 下一个词 並ぶ 这是一个字动词 表示排列的意思 比如说 人が一列に並ぶ 人们站成一列 排成一列 子供たちを並ばせる 让孩子排队 让他们站成一列 彼の横に並んでください 请排在旁边 道路の両側に 木が並んでいる 在道路的两侧 排列着树木 那这时候 作为静态的一个存在 用に 还有呢 这个词就是表示 与什么东西相匹敌 相比较的意思 比如说 数学では 彼にならぬものがいない 在数学上 没有人跟他能够匹敌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相当于我们前面学的一个词 立ちならぬ 或者比べられる 能够相比较的意思 下一个词 残る 这是一个字动词 表示剩余残留的意思 比如说 彼の顔には 傷跡が残っている 他的脸上残留的伤痕 金は もういくらも 残っていない 钱已经不剩多少了 彼らの間には その考えが まだ残っている 在他们中间 还残留着 那样的一种想法 最后の言葉が まだ耳に残っている 他最后的那句话 还留在我的耳中 嫌な匂いが まだ部屋に残っている 让人不好闻的一种味道 还残留在房间里 この地方には 面白い伝説が残っている 在这个地方 流传着 非常有趣的传说 放課後 残って 歌の稽古をしました 放学以后呢 留在学校里面 继续練習唱歌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 練習しよう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词就是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语法 第六条 一带什么什么か 这个非常的简单 不用多说 这其实不是语法了 就是这个副词 一带的用法 一带呢 就是用了呼应 这个疑问句 来表示究竟怎么怎么 来增加语气的 究竟到底的意思 比如说 一带どこ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か 到底什么地方不明白 あなたは一带何を考えているんですか 你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一带どこが悪いのですか 究竟是哪里不好 像这样的句子 用来质问 追问对方的时候 因为他语气比较重 所以说 他被NOです 就非常的正常 非常自然 一带あいつは 今どこで 何を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这个时候的 か可以被省略 就会一句话 一带什么什么NOだろう 这个か被省略了 这样也是可以的 类似 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些 一带どうして なのだろう と みんな 首をかしねている 那个 他被省略了 究竟为什么呢 大家都很不解 首をかしねている 歪着脖子 想不出为什么 いったい君は何者だ 像这种 就是男性使用 直接用答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いったいどうするきだ 你到底想怎么办 你想怎么做 像这种 直接用答结束的 这种是男性用的 いったいどこへ行ったんだろう 他究竟去哪了 か被省略了 どこへ行ったんだろうか その話は一体本当だろうか 他讲的那个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いったい何が起こったのか さっぱり検討がつかな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丝毫的了解 完全估计不出 看不出 那像这个时候呢 他把它做一问短句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要用简体 何が起こったのか 这个のか 就是のだろうか のですか 那么因为在这个句子里面 做一问小句 所以说用简体句 いったい 什么什么のか 像这个一带 就是为了增强句子的 疑问的语气 一种质问的语气 究竟到底的意思 好 第七个 ないものわない 双重否定 没有什么什么 不怎么怎么 就是表示 无不怎么怎么 强调的 无一例外的意思 比如说上去的 かいないものわない 没有买不到东西 うたえない人はいない 就是说 因为是人 所以就不是ない 而是いない 没有不会唱的人 たべないものわない 没有不吃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些 あやまちのないものわいない 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 もの相当于是人 所以用いない 平和を望まないものわいない 没有不期待和平的人 世の中には 常に変わらないものわない 这个市场 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会改变的 没有东西 永久不变 三人で これだけ集中してやれば 四月までに完成し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就是说 可以变个形式叫 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三个人 如此这般集中精力 集中力量来做的话 那么四月前完工 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也不是一个做不了的事情 この仕事は 四月までに完成しないものだ そういうものでもない 也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ひょっとして 引き受け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莫非或许 他也不一定就不能接受 也可能会接受 我们的邀请 引き受けるかもしれない 战争は 避けられ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战争并不是一个 一定不可避免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就 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它主要是个主位句 要有个主语 跟他呼应搭在一起 什么东西は 什么东西 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什么东西也不是一个 不能怎么怎么的东西 而说上这个剧情 ないものわない 就是一个主位句 没有这样的东西 它是个存在句 没有这样的东西 而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也不是一个 不怎么怎么的东西 就是我们看 剧的需要 具体的用哪个剧情 歌は決して得意 ではないが ぜひに と言われれば 歌は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我歌は 绝对不是很擅长的 但是呢 如果你说 ぜひに 务必请我唱一首的话 我也不是不唱的 君が もっと 丁寧に 頼んでくれれば 答えを 教えて やら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如果你能够 更加有礼貌的 拜托我的话呢 那我也不一定 不告诉你答案 我也可能会教你 やらないものでもない てやる 表示 对你的施恩 たんごはんを ごちそうしてくれるのなら かんがえなくもないけど 还有个变形叫 なくもない やにし 如果你请我 吃晚饭的话 我也不一定 不考虑这个问题 かんがえなくもない 可以用なくもない 也是表示 双重否定的 第八个 と言ってもいい 即使 怎么怎么说 也可以 这也是一个 不是特别固定的句型 就是 ても 叫即使 意 叫好 那么说起来 といてもいい 叫 可以这么说 就这意思 不是一个特别固定的句型 比如说 他の句的 かんがえないものはない と言ってもいい 可以说 没有买不到东西 とてもにぎわていると 言ってもいい 可以说 非常的热闹 うつこし山だと 言ってもいい 可以说 是一个最美的山 前面这个句子 必须要是一个简体句 因为这个 と 他表示内容的 と 前面是句子的话 总要接简体句 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些 あつかまし といてもいい 彼の態度 他的態度 可以说 是厚颜无耻 彼は ほの虫 といてもいい ような人だ 那个答被审阅了 彼はほの虫だ といてもいい ような人だ 这个ような 表示一个 举例子 他就是一个 像书虫一样的 这个人 到了这个程度 他的喜爱书的程度 到了可以说 书虫 这样的地步了 世の中は 利益を求めて 動いている と言っていい もう可以不要打 可以说 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 为利益而动的世界 彼は 非常な権約で ケチと言ってもいい ぐらいだ 他非常的 勤点节约 节约到 简直可以说 是小气吝啬的 地步了 今は車の時代だ といても 過言ではない 就是说 这个といても 也可以换为其他句型 叫 といても 過言ではない といても 言い過ぎではない といても 差し支えない 这些句型 都可以表示 一样的意思 就是表示 可以说 什么什么 通常表示 一个高程度 可以说 现在就是 一个汽车时代 第九个 よになっている 这也是一个 比较固定的句型 表示什么呢 しかけ 表示一种 机器的构造 或者装置 也就是指 机器的一种性能 那么叫 よになっている 除了机器呢 它主要表示 一种事物 稳定的一种属性 在这种状况下 它必然产生 这样的功能 它有一种 固定的反应 就叫 よになっている 比如说 一旦出故障 必然铃声会响 它这个机器 有这样一种特性 它的功能 就是这样 お金を入れると 下から来 手が出てくる 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这个地方 这个机器 是什么呢 这里一旦放钱 马上就会 有邮票出来 就表示 有这样一个 稳定的 固定化的 一种功能 机器的性能 この電話機は 什么什么 自動的に 録音できる よになっている 一旦打来电话 没人再打的话 它会自动录音的 这个电话 有这么样一个功能 就是说 我们用动词原型 来接这个 よになっている 前面可以用动词原型 也可以用できる 像最后一句话 録音できる 我不用できる 我直接说 録音する よになっている 也可以的 它主要就是表述 这个事物的 或者通常是机器的 它的一种构造 这个构造 是它的一种 稳定的属性 它的性能 比如说 我们再举一下 人的大脑呢 以40岁为一个界限 然后呢 就开始不断地 就衰老下去了 这是人的大脑的 一种仕掛け 一种稳定的 一种功能 一种性能 大脑就是有 这样的稳定的性能 我们就可以用 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毎日 一枚ずつ 剥ぎ取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小読み 这个日历 有什么功能的日历呢 每天可以撕下来一张 这样一种功能的日历 有着这样一种 稳定特征的日历 このボタンを押さないと ドアは 開かない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不按这个按钮 门一定不会开 那也就是说 一旦ある的话 门就会开 正しい パスワードを 入力しないと このシステムは 動かない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不输入正确的密码的话 这个系统是不会运转的 系统有着这样的属性 就用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相当于是指 什么什么ようにできている 它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着 这个ように 就是表示举例子 它有着这样一种属性 像什么什么样的属性 这个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跟我们前面学过的 ようになる 还不一样的 我们前面曾经学过一个 ようになる 那表示人的行为变化 比如说 私は日本料理を 食べ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或者食べ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我变得 开始吃日本料理了 我变得能吃日本料理了 这种表示人的行为变化呢 通常用 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而这个地方是 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用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这个句型 来表示 一种描述机器呀 或者是对象的一种 稳定的一种功能属性 这个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要加以区别 语法就是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16课的绘画文的后半部分 首先我们来读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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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日曜日の銀座の姿を是非一度見たいですね。 新宿駅を出て。 ここが新宿です。 わあ、高層ビルが多いですね。 ええ、みんな200メートルぐらいあるビルですよ。 この中で新都庁舎が一番高く、新しい新宿のシンボルになっています。 都庁をここに移したんですか? はい、そうです。 霞ヶ関あたりに集中している会社や館長の一部をここに移しました。 それは交通の混雑を防ぐためだ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浅草 すごい人出ですね。 ええ、浅草は庶民の町として昔から有名で、いつでも人がいっぱいですよ。 映画館や劇場など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はい、そうですね。 ここはいつも大勢の人でにぎわっています。 ずいぶん小さなお店が並んでいますね。 はい、みんなお土産を売る店ばかりです。 そうですか。 この町は銀座や新宿とはどこか雰囲気が違いますね。 小さい店が多いし、昔の東京の下町の雰囲気が今でも残っているからでしょう。 そ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ここの雰囲気は三杯の湯園とよく似ていますね。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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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